大家好,我是管家婆董事阿姨,开始听我给你讲今天的故事。 今天,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故事,是由启发绘本和皮卡书屋共同推荐的宝儿。 这是一只没有羽毛的大雁,是由来自英国的约翰·伯宁罕所创作,由宋佩翻译。 从前,有一对大雁夫妇,他们是波朗先生和夫人。 他们住在靠近英格兰东岸的一片空旷的沼泽地里。 他们的祖先曾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,在这儿做窝和生诞。 每年的春天,波朗夫妇都会回到沼泽地,修整他们的窝。 然后,波朗太太安顿下来生蛋,波朗先生呢,就负责守卫。 谁要是敢靠近他们的窝,波朗先生就会发出嘶嘶嘶的声音,把他给赶跑。 有时候,就算没有东西出现,波朗先生也会发出嘶嘶的声音。 这样做,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,不久,蛋开始孵化了。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的早晨,波朗家的窝里出现了六只燕宝宝。 波朗先生非常地开心,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庆祝。 燕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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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� 有嘴,有翅膀,但是他没有羽毛。 波浪夫妇非常的担心,他们请来大宴医生为宝儿做了详细的检查。 医生说除了没有羽毛外,宝儿一切正常。 这种情况可真不寻常。 医生想了很久,才对波浪太太说, 有一个办法可以补救,那就是为宝儿织一些羽毛。 于是波浪太太拿出棒针开始编织了。 当然,她织不出真正的羽毛,不过她织出了一件很贴身的灰色羊毛背心, 看上去感觉和羽毛很相像。 织好之后,她立刻叫宝儿来试穿。 宝儿穿上背心,心里高兴极了, 她忍不住拍着翅膀跑来跑去。 有了毛背心,宝儿晚上就不会觉得冷了。 宝儿跑到其他的小燕面前, 让他们瞧瞧自己的毛背心, 没想到大家全都嘲笑她。 她难过极了, 独自躲进高高的草丛里哭了起来。 这正是小燕们开始学习飞翔和游泳的时候, 可是宝儿不愿意和他们一起, 因为其他的小燕总是嘲笑她。 这样,宝儿的学习就落后了很多。 没有谁注意到这些, 波浪夫妇又实在太忙了。 波浪夫妇也试过自己练习游泳, 但只要下过水, 毛背心就要等好久才能干呢。 于是宝儿很快就放弃了。 夏天快要过去了, 天气越来越凉, 大爷们开始坐立不安,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, 他们都要飞到温暖的地方去, 那里更容易找到吃的东西。 波浪一家也开始为出发做准备了, 他们在窝上盖了小树枝和灯芯草, 这样冬天的时候, 他们的窝就不会被暴风雨给打坏。 终于有一天, 天气真的变得又冷又湿。 大爷们冻得直发抖, 他们知道出发的时候到了, 他们推选出一只经验丰富的老燕带队, 然后就全都飞走了, 宝儿没有走, 因为他不会飞, 他躲了起来, 悄悄地看着大家离开, 没有谁发现少了他。 大家都想着前面的旅程, 当燕群消失在灰色的天际时, 宝儿的泪水慢慢地滑落到嘴边,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。 天空中飘着萌萌的细雨, 宝儿走啊走, 想找到一处干燥的地方过夜。 他走到河岸边, 看到一排停靠在那里的船只, 那时候天色已经很暗了, 宝儿选了一艘没有点灯的船, 走上踏板。 正当宝儿要走进船舱的时候, 突然传来响亮的狗叫声, 一只狗冲了出来, 吓了他一大跳。 还好, 这只狗看清楚宝儿只不过是一只大眼之后, 就不再大叫了, 还向他做自我介绍, 他的名字叫福乐。 宝儿解释说, 自己只是想找个可以避雨的地方过夜。 于是, 福乐带他来到船舱, 那里堆放了一些旧麻袋, 宝儿可以睡在上面。 他实在太累了, 几乎是刚一躺下, 就立刻沉沉地进入了梦乡。 这艘船叫哥伦比号, 船长是麦卡利斯特。 半夜里, 他和大副弗雷德回来了, 他们决定等天一亮就开船。 福乐把宝儿还睡在船舱里这事儿, 忘得一干二净, 直到船开出很远了, 福乐才想起来他告诉了船长这件事。 麦卡利斯特船长说了, 好, 很好, 一只大雁在船上, 如果他要跟我们去伦敦, 就得干活儿挣吕费。 宝儿很快就跟船长和弗雷德成了好朋友, 当然还有福乐, 他用长长的嘴把绳子都卷好, 也把地板上的面包屑剪干净, 尽一切努力帮忙干活。 这些工作为他换来了好吃又丰盛的食物。 终于, 哥伦比号开进了泰晤士河, 伦敦就要到了。 麦卡利斯特船长开始考虑, 到达伦敦之后要怎么安置宝儿。 他决定把他留在皇家植物园一个很大的公园里。 好多好多的大雁一年到头都住在那里。 当他们的船经过皇家植物园的时候, 麦卡利斯特船长把宝儿抱过栏杆, 放在其他大雁的中间。 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, 宝儿很难过。 好在他们答应, 下次来伦敦的时候一定来看他。 皇家植物园里的大雁并不介意宝儿没有羽毛, 因为园里早就住着各式各样奇特的鸟儿了。 没有谁会笑他那件灰色的羽毛背心, 大家都很友善, 尤其是一只叫做费迪南德的大雁。 费迪南德很关心宝儿, 还教他游泳, 他已经游得相当的不错了。 到现在, 宝儿还快乐地住在那里。 每次迈卡利斯特船长弗雷德和弗勒到伦敦的时候, 都会来看他。 不论什么时候, 你到皇家植物园来, 如果看到一只与众不同的大雁, 那我告诉你, 很可能, 它就是宝儿。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? 一个让人舒心的故事, 推荐给你, 一只没有羽毛的大雁。 宝宝加油, 明天见。 想听更多董渊阿姨讲的故事, 请下载宝宝加油APP, 或者关注宝宝加油的微信公众号。 请下载宝宝加油的微信公众号。